人家說,重任後的機率是一千四百萬分之一 二雷擊中的機率是一百九十萬分之一 人家說,全世界上網人口約有五十億五千多萬人 其中男女比例約佔一半 在網路上找到一個半的機率是二十五億分之一 而其有幸今天我們就見勝了一對 2003年,某月某日 凱開下班後,如同往常打開了最愛的電腦 正當她努力在練功的時候 豬哥雷達突然有了反應 她察覺到線上有個正妹在上頭 於是她發揮了網路殺手的本色 想不到第一次洩購的結局竟然被倒槍 此局使凱開興起了征服的欲望 為了獲得知盈的芳心 凱開殺了一個瞞天大謊 把自己受到成王力宏 想不到純正的知盈 卻一步步的掉入了陷阱 2003年11月 凱開終於和直營第一次在高雄相見 見面 兩人變瘋狂的陷入了熱烈 兩人將彼此濃得划不開的體積 都充分地表現在打罐上面 都充分地表現在打罐上面 成為了網路世界都無論不思的 甜蜜蜜神家狗男女 一度還差點被找去再延賤上遊戲 2006年中 距離還是產生了問題 兩人起了嚴重的摩擦 一度協議就此分手 也許真的是天注定的吧 兩人生然表面上分開 內心深處卻依然深愛著對方 終於凱開耐不住思念知盈的心 臨業下去高雄 帶著鮮花跪倒在知盈面前 深情地說 高鐵通車了耶 從今以後我家就是你家 高雄就在我身邊 脫高鐵的福 兩人附和了 也更加珍惜這份愛 經過了一千兩百多個日子 兩人互相許下 失守一生的承諾 許大家給予我們最誠懸的祝福 一同來分享屬於我們最浪漫的一刻 我們要結婚了耶 我們要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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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主要的祝福 我們要結婚了 我們要結婚了 一場兩人 兩人以後 我們要結婚了